我來看這張柱子 三百塊 每年都有三山 每年都有 三山 土山就有了 有好價喔 很冰 大家好 我是明君 我之前有拍過一個影片 就是我家頂樓水塔擋出小數的恐怖事情 然而我發現在台北市的街頭 房子長出植物好像是很正常的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我旁邊的這個 這一棟房子 這棟房子長出不只一棵樹 它長出好多樹 而且上面還掛很多藤蔓 樹幹就這麼依附在這個牆面上面 這讓我覺得很有趣 所以我就上網搜尋了一下 這棟房子前幾年長怎麼樣 街景圖最早可以追到2008年 這個時候這裡就已經是一間樹屋了 到了2012年的時候 整個藤蔓已經垂掛到了一樓 但到了2016年的時候 整棵樹被削掉了 剩下牆壁上的樹根 我猜是屋主請人來處理了吧 他可能想說把樹葉都剷除掉 就不會再長了 但這棵樹的生命力並沒有這麼的弱 在隔年之後就繼續生長 到了2020年的3月就長成了這樣 接著在年底又被剃頭了一次 接著在2021年底的時候 就是我眼前的景象 是的 樹葉又長了回來 這生命力真是強啊 我只能說屋主是把這間房子當作盆栽 在裡面養了一棵樹 每隔幾年就修剪一次 這也算是一種行為藝術吧 這間房子可能就是台北市最貴的盆栽了 在以上的觀察之後 我決定去搜尋台灣的其他樹屋 但我跳過了安平樹屋 因為安平樹屋基本上就是一棵樹 它的屋子部分佔比太少了 而且畢竟變成了觀光區 就是工人參觀用的啦 我想要找一些人樹共存的樹屋 於是我就上網搜尋了樹屋 接著就到了彰化 大家可以看到我眼前的這個房子 整個就是被葉子覆蓋啊 這個景象十分的驚人 屋子的一角就這麼被葉子包住了 而且還蔓延到了一樓 側面的旗樓已經有一個綠色隧道的樣子 這種樹木與房子共生的景象 就讓我想到宮崎駿的天空之城 我們來到正面的地方看 可以發現樹枝從屋內窜了出來 從這個整齊的切口就可以知道 這是屋主故意留給樹枝生長的空間 到底要對樹木多有愛 才能讓樹木與房子共生呢 難道都不怕樹幹會撐壞房子的構造嗎 我到了齊樓下 發現了這棵樹 原來是從齊樓的柱子開始生長 而且已經附著在柱子上 大家可以看到它穿過了一樓的天花板 這個洞應該也是屋主刻意挖給樹木生長的 然後樹幹再從二樓竄了出來 我已經站在這個屋子前看了半小時之久 仍然感受到不可思議 這種感受並不是來自於樹木的生命力 而是屋主對於這棵樹的奉獻和愛護是如此的有毅力 才能達到眼前的這個景象 我想這棵樹對於屋主而言就像是一個人一樣吧 長年相處下來是有感情的 與樹木共同生活的態度 讓我覺得人類與自然共存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我繼續前往尋找樹木的旅途 而我意外地發現一棵驚人的大樹 這棵大棵的 那多久了? 那很久了 幾六百年 幾六百年啊? 那香菇池 好 十多人也才怕你香 好 就這麼久了 這麼久了 為什麼? 大家可以看到 浅的樹是在小鎮的中間 獨立一棵大樹就聳立在路邊 更顯得突出啊 沙洋溝水 我到一旁巡船後天的阿嬤 他跟我说这是庙房为货的树 定期会请吊车和工人来修剪 原本这里有更多棵 但因为太多棵树落叶难以维护 最后仅留这一棵 接着我来到彰化二水寻找百年的芒果树 话说彰化真的是大树的故乡啊 大家看看这棵芒果树 长在两栋透天错的中间 夹缝中求生存 请问这棵树多久了 听人家说三百多年了 三百多年了 这个报纸有报啊 说三百多年了 它是什么树 芒果树 芒果 五六月来这里就有了 要接芒果了 五六月 没想到当地人都是看报纸才知道这棵树的树林有多大 大概就是离自己生活越近的事物 往往都会失去好奇心吧 接着我发现这棵树的底部破了一个洞 虽然如此 但芒果树还是长得这么大棵啊 我来看这棵树啊 三百多年了 每年都有 三百多年了 三百多年了 那里面就没有了 啊有好价喔 十百多年了 哦 是啊 十百多年了 十百多年了 那里面来啊 祝你看 一百多年了 不要 但是等一下我去那里我再来买了 一百多年了 一百多年了 不用啦 不好意思啦 不用啦 我们脱胎主啊 脱胎主啊 哈哈哈 在给大家带来一间彰化市区的树屋 这是唯一一间我看得到内部的树屋 里面的结构已经完全消失了 只剩下满地的盆栽和茂盛的树丛 蹲在这里拍摄 路过的人都会投以奇怪的眼光 但这就是我好奇的事情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集的内容有什么想法呢 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拜